你看这小狗了吗 这么高的都马上越狱狱了 在里边把门帘给他撂下来 太冷今天 这也撂了吗 撂了吧 撂了这个板咋了 跳出来一个 这家正高 那呀 那你的水盆子我告诉你 都不能在里边放上了 你再万一小狗跳进去了呢 这家喝完了 我女儿你赶紧喝两口喝两口我拿出来 哎呀月出来了啊月出来了 他给我不和我拿出来了啊 是不是又那个小母狗 我估计是的 哎呀他的活跃力真是跟虎牛一模一样 能蹦能跳 这么高就跳出来 他拿一个色你看看 一个颜色 我把同学拿出来 拿出来吧 你预防他们跳出来 如果虎牛不在这里边的话 有可能稍微好点 进去 是吗 哈那 差不多 他们就是这个小木狗 我一猜都是他 从小他就爱跳 先生啊腹牛那边 这是腹牛换一下奶 这不行 咱们走了之后他的跳出来 嗯行行行 过来过来过来 腹牛 腹牛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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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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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你看看这这这 你看给他打开门他就不跳了 人家真的从那儿躺 你咋无动于衷呢我告诉你现在 啊你看吗都叫反天了都 啊你挑几天也行啊 他刚才咬他一下 来教育他们 教育他们 好呀坐那坐那 坐下不就坐下 教育人家都不出来就你自己出来 你自己在外面吧 快快快快 坐下坐下 他好了他好了 没事没事没事他不跑了不跑了 跪脚他了 还有你呢 来来来来 可以可以可以 哈哈哈 现在你就这这 呀你看你俩抢一个 这是后边对底下这个 大家好我是金阳 这是今天刚吃完奶粉啊 让那虎妞跑了一圈之后 我让他回来了 我说 给他倒点水去 突然这个小狗就就 到这就越狱了 这么高 这么高 他挡着他都没挡住 这就跳出去了 没事没事 塔你的吧 你说这个这个小狗他们那个胃口 大不大啊 吃完奶粉了还不行 还必须得吃吃这个虎妞的奶 那个小木狗 爱云狱的小木狗还没找着呢 你咋 他不刚才吃了吗 他最挑我告诉你 底下那个 那你那你吃鞋吧 啊前面底下有 前面前不要不要给人家抢 吃底下那个 不乐意呢 你看看他 有脾气这家伙 嗯 这个小木狗 他底下的都有 他前面小黑呀谁呀 底下都有 我给你扒个 你给他拽出一个奶头 让他吃着他就那啥了 快去 现在这狗太大了 不好拽 不好拽现在 哎哟 看我我把你安这到哪 啊 把这到前面这吧 前面 把腿给他扬起来 你找一个给他 低下来来来 拽去 这这这这这 哎呀对 进去进去进去 进去 哎 吃上吃上啊 没有又拱起来了 哎哟这家伙 你别给他选了 他想吃哪个就让他自己找吧 让他长本事吧 哎哎哎哎哎 还是没抢呢 看你咋办 不管你了他跳你知道吗 嗯 他刚才吃奶粉不少 你看人奶牛聪明不聪明 哈哈哈吃完了人上下边找你 你就你就啊你吃人家吃过的吧 对 你告诉你小奶牛聪明了呢 你再不吃两口就没了 哼 哎小黑啊还有这个黑虎皮 嗯这两个几乎就是吃住一个之后就就不撒口 不撒口一直吃到底 嗯 嗯 真的显大了啊哎呀 啊 这开始吃虎食这两天 你再探了 长得更快 嗯 长得更快 哎牛是真聪明了人家吃完上边吃下边 我告诉你怪不得吃奶粉的时候不好吃呢 这就是原因 你知道吗 连续两次了 都是这样 他他吃奶粉的时候不好吃 原来他这家伙一吃就吃饱了 嗯 吃两个奶他直接就饱了 吃虎食肯定吃不了那么多了 嗯 哎呦 看这肚子一个个的 这个叫啥 这个叫大老醋 大老醋 大老虎 你吃一个大老虎 没了 他们再找也没了 嗯 吃过这一阵的 嗯 看一眼没 他最好吃 他最 说是他最后吃 你还在肚子要可不小 嗯 也吃起来了 嗯 哎 哎呦 奶牛又上了 哈哈哈哈 你说奶牛吃几个 都让他给西别了 每一只吃奶的时候 都不会加一巴 都会翘着一巴 嗯 嘿嘿嘿 你干不利 嗯 咋另什么问题 嗯 现在目前来看呢 听见大动静 或者干嘛的 没有说夹着一巴 嗯 然后下个凑子夹跑了 没有 嗯 吃饱了 让你妈休息去啊 虎牛 这是怎么回事 带不过来了 累的 是呢 咋回事 刚才打呼噜了 反正有点带不过来了 我感觉 嗯 你看 说你装 你就装 真打呼噜啊 你看吗 这会吃饱了之后 一会还得跟那些事的打 闹 挤一块了不用 这奶牛啊 奶牛啊 原来你是在这等着的 嘿嘿 吃俩奶 啥呀 还有事吗 你几个 我关上门 还会不会再跳了 我把门 我把门关到 我也出去 看他会不会再跳 咱在旁边等那个啥 等他一会 看他们还会不会再叫啊 这个东西啊 确实 他要是不饿的时候 你看他们不会在一起就是打闹 要是没吃饱的情况下不行 乱叫 越雨乱叫 也不打也不闹了 对 挺美是吧你 我跟你说你这段时间生孩子你都玩美了出来 你都不愿意进笼子了 高尼 跑起来都颠起来了 你看 哈哈哈 身轻如厌 行了你们几个 实话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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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从 他来到我家到现在 这家伙感情给我 互换的非常好 以前你想摸他你都摸不着 现在 把你身边跑 哎呦 这有这就是散养的好处 不是散养的好处 不是散养的好处 别管是大狗或者小狗 只要是你们 就是你怎么对他 不吓唬他不打他 那那种散养的达到了之后 他会主动 找你的 他就是这种表现是吧 对 过来 上这上面干嘛去 来来 你看他一样就跟撒娇似的 他能把你给饿死 你看看 我 还能把你给饿死 被打 不像以前了吧 以前你看他在院里边 就是疯狂 你甭想摸他一下 你看现在 他还逗你呢在这 这帮小狗的性格现在也随他啊 这个真的 你看看 打起来闹起来的是不是 我看一边一边 挺好的 行了 今天视频先给大家 分享到这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